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早上好 我是你们的黄老师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班分享时间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 那今天的话呢也是我们5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所以说那从下周一开始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6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一个状态 自己的一个情绪好好的去梳理一下 好好的去迎接我们新的一个月份 那对于昨天来讲的话呢 早盘当中有分享到了一个黄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对不对 那么黄金啊讲了两个机会 一个是我们那个五分钟的一个什么 一个震荡的一个多点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一小时通道的一个空点 对不对 那黄金啊一小时通道的这样的一个空点啊 给到了啊 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利润了啊 不知道我们这些小伙伴啊 自己都有没有去做啊 做的怎么样啊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机会都有哪些 首先啊我们看到的正是我们的这个商品货币啊 牛美啊就是纽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纽圆的话呢整体啊还是一个什么啊 我们看一下整体的话呢还是属于啊是一个什么啊 上涨的啊一个趋势对不对啊 那这边的话呢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什么啊 理解为是一个四小时的啊这样的一个通道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啊 四小时通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那对于当下小的啊节奏啊我们可以参考一小时啊对不对啊 参考一小时啊 那这边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单笔的一个上涨啊对不对啊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里啊三小笔合编成什么一大笔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当下的话呢是走了一个什么啊 当下的话呢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什么区间的一个震荡啊 所以说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纽圆来讲的话呢 是做它的一个什么震荡的一个多点啊 价格下来去做它的一个多啊没有问题 那这个多的话呢它是一个什么啊顺势方向的啊一个多点 那这个多点的话呢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什么权重的啊一个打点的一个机会 那除了我们的一个纽圆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我们的一个棒系的一个交叉盘啊 棒扭的一个产品 那棒扭的话呢当下啊我们从一小时的啊这样的一个盘面来讲的话呢 仍然是处于一个什么啊下跌的啊大的方向 仍然是一个什么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啊对不对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一小时对不对一小时当下的话呢这个位置啊在昨天啊价格 这个干嘛创出了新低之后啊当下的一个状态仍然是看什么看空啊 仍然去找它的一个空点对不对 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当下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什么 减速啊减速通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这边的话是一个什么A点对不对啊B点啊 当下的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C点对不对 那当下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什么 它的一个低点啊低点的一个什么空点啊 所以它价格啊能上来的时候我们去做它的一个什么啊 去做它的一个通道的一个空啊去做它的一个通道的一个打点空啊 问题不是很大 那接下来的话呢也可以参考一下布林带4小时的啊一个状态啊 刚好也是什么啊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刚好有一个什么啊 布林带啊4小时这个上轨的啊布林带的一个什么碰撞的一个位置啊 虽然等它这一笔啊在上来的时候啊差不多这个布林带也会怎么样 往下走了啊往下走就是在这样的啊在这样的一个啊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啊 它都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啊都是我们的一个空点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啊 进场的一个一个位置啊容错率还是有的啊差不多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 有差不多是20点吧啊20点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去控制一下啊 控制一下这个20点上下的一个容错率啊到了这个位置啊先去分批进场啊没有问题 好那以上的话呢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些重点的一些机会的一些分享了 那对我们阿萨社区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或者是来到我们的这个学习班一起学习也是可以的 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的早排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就下周再见